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全世界的足球迷期待的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即将在今天晚上登场 开幕战就由东道主俄罗斯 对上沙特阿拉伯 且在开战之前 还有精彩的开幕式表演 球迷们可说是迫不及待 兴奋不已 当太阳升起在莫斯科的 如日尼基体育场时 代表着球迷们期待已久的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将于今晚开赛 为期近一个月的足球赛期间 32支球队将展开64场赛事 开幕战则由东道主俄罗斯 对上沙特阿拉伯 而在揭幕战前 巴西传奇巨星罗纳尔多 将西首英国著名歌手 罗比威廉姆斯 以及俄罗斯女高音歌唱家 阿伊达加里富林娜 带来精彩的开幕式表演 比赛场地分别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和索契的 12个场馆进行 俄罗斯不曾试过 在小组赛中出现 如果首战 无法击败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有可能成为 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第二支在小组预赛中 就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俄罗斯筹办今年的世界杯 总共投资达108亿美元 总统普京感谢国际足球协会 把政治并除在体育竞技之外 克林姆林宫还表示 普京欢迎球迷和游客们 到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赛事 新闻时事报 记者孙云山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